不知道吗 汉堡是用什么做成的呢 就是我们呀 老师拿着布偶 用说的用眼的 让这群小小心生 知道上学的事 其中这一对幼幼班龙凤胎最好运 当初只有弟弟 以最后一个名额被录取 我们也是有最坏的打算 想说如果说假设真的被取 妹妹没有上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 可是我们还是要祈求祈求 然后后来幼稚园就通知我们说 妹妹也上了 然后我们就很高兴 还有李爷爷带着孙子来报道 对慈祭教育理念很认同 更看上能带领孩子从小吃素 吃素素的话也蛮有营养的 就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 然后轻松的设计 让孩子可以了解他们 以后进到学校里面来 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许多生活礼仪在体验营中 老师用心一一解释 希望迎接新生活的孩子们 开学日能开心融入 大爱新闻家新王昭中高雄报导